我是小伟哥 这一次双方也承现出各说各话的状况 因为一直有传出来说 俄罗斯说我真的没有故意要放什么砂林毒气 是因为我们空袭的时候不小心炸到那个工厂 那工厂就失火 就冒出砂林毒气 才死那么多的人 请问是推析责任 还是根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错误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 虚衡整个叙利亚的局势来看 叙利亚政府军在这个时候如果动用毒气 的确不太合逻辑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那个最近就有整个叙利亚的这个政府军 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 对于境内的这个敌对反抗势力的这个清剿 基本上来说是节节胜利 而且也就是说叙利亚的这个内战 大概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已经可以看得到镜头了 等于说你看得到镜头的这个情况下 你这个时候动用化武器 感觉起来就是不太对劲嘛 对不对 你已经胜券在握干嘛还要这样干呢 你说叙利亚所谓的政府军可能快要被倒台了 不得不这么做 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快要打赢了 基本上来讲快要把这个那个反 政府军都清剿光了 你这个时候你已经等于说 你已经胜券在握 你干嘛再来添这一笔 也是不合逻辑 对不太合逻辑 但是事实上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今天那个美军攻打的部分 就是赫姆斯附近的空军基地 那美军当然来说 从他们的这个 这个侦测的这个 那个情报收整能力来讲 他们绝对是可以确定 第一就是从这个谢拉特空军基地 发那个起飞的这个战机 然后去炸了这个反抗军的这个 那个控制的城镇以后呢 结果就发生了这个毒气的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当然 你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确定 就是说今天这个炸弹 是不是真的就从 赫姆斯附近的这个谢拉特空军基地 带出去了 这个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很可以确定的是 炸了以后的确有发生 发生毒气 那个攻击的这个情况 所以那当然这个毒气 到底是反抗军 从伊拉克那边弄进来的 还是在当地生产的 还是从这个俄罗 那个叙利亚政府 就在战机上面丢下来的 目前来讲 这个部分来说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美军呢 这次呢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就是既然已经发生了 这样一个毒气攻击事件 对于那个川普来讲 这个东西已经跨越 他所个能所能够容忍的这个红线 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之前 其实在欧巴马时代 就是他当时对于那个叙利亚 据传已经对于那个反抗势力 动用到化武的时候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说 这个已经跨越红线了 然后而且美国可能要准备制裁 但最后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这个 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势力来讲 叙利亚的那个政府军 用化武攻击的部分 可能打到其实是IS 所以在那个时候 美国就其实很很很清楚 这个东西 如果你也不能 你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在那个时候非常强力的 运用动用武力去挺那个 敌对势力的话 你搞不好是挺到IS 所以那个时候 美国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那但是呢 叙利亚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因为疑似动用化武 造成就是整个国际社会 对他的一个飞难 所以他当时也同意 就签署了那个协议 然后让国际进去去 那个监控跟销毁他的这个化武 但你说这一次 他怎么跑出来的 那你后面 是不是还有一些后续的调查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 回来看到美军他这一次 还是用动用战斧巡异飞弹 战斧巡异飞弹 其实是美国冷战时期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 这个东西呢 他从军舰上发射 也可以从前舰上发射 像你看到洛杉矶级 核动力攻击潜舰 或者说是那个最新的 维吉尼亚级的潜舰 或甚至于美国有四艘 用二亥二弹道飞弹潜舰 去改装的 就是他把那个原先 那个三叉戟周期 弹道飞弹拿掉 然后换一个 类似像一个左轮枪弹舱的 然后一次可以打个六七枚的 那样的这个巡异飞弹 所以变成说 那样一艘核动力 那个弹道飞弹潜舰 变成可以带一百多枚的 这个巡异飞弹 这样的一个潜舰都可以 那他们装在哪里呢 你看到他们这次派了 两艘的这个 神盾巡洋那个驱逐舰 一艘叫波特号 一艘叫罗斯号 波特号跟罗斯号 它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Mk41的 垂直发射系统 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然后两艘船呢 一共有90个 Mk41垂直发射管 因为他们的构型来讲 他们这个前后 还各保留了三个发射管 去作为 就是那个再装弹的那个掉臂 所以你看三艘前面有32 后面有64加起来96 但是要扣掉6个 所以它就有90枚的 这个弹舱的这个储存量 那其中呢 两艘船一共发射了 59枚的战斧巡异飞弹 那所以当然 没宣射完啊 没有 其实当然里面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弹舱里面 除了那个战斧巡异飞弹以外 它还要装飙二 这个巡异 那个防空飞弹 或甚至于打前舰的这个 AZRAG那个工前火箭等等 都要装在这个里面 那它这个攻击发射以后呢 巡异飞弹 它其实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看作成一种无人飞机 为什么 因为你看它发射以后 现在这个火光闪亮的部分 是它后面有一个这个助推器 那这个助推器呢 它是用固体燃料 然后把这个巡异飞弹 从舰体里面发射出来以后 然后加速 加速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巡异飞弹里面 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小的涡轮发动机 就是一个喷射引擎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涡轮发动机启动以后 然后另外巡异飞弹 它还会对小翅膀 然后在发射以后会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 巡异飞弹其实本身就像一个小飞机一样 所以它会巡逻 会找目标的意思 对 它的这个cruising missile 就是它 它其实从发射到命中目标 从射程最短的是从前舰发射 大概只有1300多公里 谁目标是准的 射程比较长的 像从军舰上发射 它现在有好几种构型 最长的大概射程 大概接近2000公里左右 甚至2000多一点 那这个飞弹发射以后呢 它最大的特点是 它可以贴到海面 或是离地面非常近的高度飞行 第一面飞行 对 因为你飞得越低 第一 你雷达越难收获 找不到 第二 因为会被地面上 这些杂波所掩盖掉 第二 它可以藉由地形的掩护 直接攻击目标 像在波安战争 第一次波安战争的时候 非常有名的一幕是怎样 当时美国的电视台记者 正在巴格达做采访 结果突然就听到窗外 有一阵很奇特的声音过去 冲到 拿了摄影机冲到外面看 就一枚巡异飞弹 就从他们饭店外面的窗子这样飞过去 所以你就知道 巡异飞弹本身它的高度非常的低 甚至就在街道之间钻来钻去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发射的时候 它本身飞弹的作战系统 就是导航系统里面 它储存的就是从发射地 到目标之间的电子地形图 还不是电子地形图 电子地形图 它一边飞 然后一边对下面扫描 然后比对 等于说我今天飞到哪里 我就比对一下 下面的这个地形地貌地物 跟我这个储存的资料库里面 一不一样 一样好 我就继续飞 然后如果不一样 就赶快再绕一圈 再找一找 还会调整路线 对 这个飞弹真的就这么厉害 而且像以现在美国来讲 它动用到这个GPS 它可以把目标的这个 经纬度输到这个 那个巡异飞弹以后 它发射以后 它经过我们刚刚讲的 这整个这个巡航的过程 它看到目标之后 它就冲下去打它 而且准到什么程度 今天如果说你这个房间 房子有那个 目标有三个窗户 目标在中间那个窗户里面 它就不会从左边的 也不会从右边窗户飞进去 就直接打那个点啊 对 因为它美国后来 在改良的时候 还为这个巡异飞弹 装上一个电视摄影机 也就是它在飞行的这个过程中 那个摄影机 对 那个舰上 或者说后端的这个控制的 这个军官 或者是那个技术士官等等 可以监控的这枚飞弹 精准的飞向目标 所以川普这次打叙利亚 他派出的是非常高精力的飞弹 不是随便那种库存的 不要的哦 当然其实这个飞弹发射 这样以后 我觉得对美军来说 也有这个推陈除新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 因为毕竟就是说 你这个武器的这个弹药 你会分年度一批一批买 那对于他来讲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一些 库存以及将到齐的弹药 拿去打一打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战斧巡异飞弹 从第一次波安战争 到第二次波安战争 甚至于美国在各次 就是用来惩罚这些什么恐怖分子 像我们看到苏丹那时候 不是也有一些恐怖分子吗 对不对 然后柯林顿政府 就利用这个巡异飞弹 去打苏丹境内的 就是恐怖分子的目标等等 那他这个飞弹发射 然后到集中目标 因为我们刚刚讲 距离可以飞到非常的远 所以等于说 我今天我发动攻击的军舰 或者说我发动攻击的 这个潜水艇等等 我根本不用靠到 你目标太近 我直接就从军舰这样发射以后 我可以打到1500 甚至2000公里以外的目标 然后他的飞行的方式 你看就是这样 离着地面非常近 然后甚至你看 非常精准的这个集中目标 而且集中目标 我刚刚也强调 他要打你中间这个窗户 不会从左右的窗户飞进去 而且他那个弹头里面 他也配备了那个高爆这个弹 那另外他当然 以过去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 研发的时候 其实像巡弋飞弹 他本身还可以带核弹头 但从96年以后 那美国总统基本上来讲 就把发动核战争的权利 就由自己来决定以后 那美国的军舰或什么 一般来讲就不能够随便 携带这种有核弹头的 这个战斧巡弋飞弹 但战斧巡弋飞弹 一直是美国海军里面 他用来发动这种所谓的巨外打击 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库中的 一个武器选项 你可以看 我今天我要达你1000多公里外的目标 你一般的这种被打的这种 中小型国家或恐怖的这种恐怖分子 哪有能力去监控 1000多公里外美国军舰干了些什么事 你看群衣飞弹最厉害就是 它可以这样用这样低的高度 离地面非常非常近这样飞 让拦截方非常非常难以拦截 这个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